你的自我介绍我们都没听明白 你的这个求职的意向是什么 哦 同志老师说实话 我现在就是很迷茫 所以说我写的就是说 求一份家庭 在家里办公的工作 你为什么要一定要在家里 因为我家里有一个老妈妈 要照顾 可以理解 于春明啊还好挺好玩的 跟小孩一样 那个字写的端端成长 但是你这上面有几个问题 想问一下挺好奇啊 你还参与录制过金牌调解啊 那可是个情感调解栏目 对 调解什么问题啊 调解的就是说 我当时我要在广州 我在一线城市生活习惯了 我回到那个三线城市 我文化啊 还有这个节奏啊 又没有地铁 我都什么都不习惯 最后我妈妈她年纪大了 她就是怕在那边没有人没有了 她要回老家 我要留广州 就这样 你说因为这个事 那调解的结果是什么呢 都是我的错 调解的结果就是你跟妈妈 回到了襄阳 那肯定了 你这最理想的工作状态 是工作像玩似的 什么意思啊 那就有缘分的话 两人投缘 那老板他喜欢你 那周围的亲戚都喜欢你 你不跟玩似的吗 有这样的工作吗 就是以前在广州 有一个湖南的老板 对我确实是挺好的 他们是家庭企业 在他的态度下 包括他老婆 他的亲戚 一团人都对我都特别好 所以在那里工作 也是很开心的 其实于春明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在很多家企业做过预算员和项目经理 对吧 主要是搞这个基础建设这一块 对对对 是吧 对 但这个东西不能在家里干 这个可以在家里 日决上可以在家里 但是现在年纪大了 日决上我也不是很想干了 那你想干什么 我现在我也有基本的技能 办公院叫Office 我都在X3 我都在CD 我都会 但是我现在问你的问题是 你以往的工作经验 都是与建筑有关 对不对 这是你所有的工作积累 你现在想做什么职位 我现在就是不想 就是那种愤痴等死的状态 对我来说不公平 就是曾经也是 愁吱满志的 一起烘发的 从家里走出来 就你心有不甘 心有不甘 是吧 对 有一个人又说了 中国的企业家 他是有责任 去培养更多的 这个企业家 其实我的另一个方向 我就是想在一个老板的手下 管理他的一个分公司 分支 将他的身上的优点 他复制给我 管过吗 管过企业 从您开始 现在根本不谈薪水 也不谈什么 我跟你讲 即便你复制了 你往哪儿粘贴 我雄心断正 没有人带 我还不如坐吃等死 我还舒服一点 于晨平 你干了二十多年 从项目的预算 做过预算经理 做过项目经理 职业的这个专注度 很强的 一直有你擅长的事情 对不对 其实讲起来 真的很悲催的 我其实一直对这个 不是为了工作 我根本一天都不想干 我没有兴趣 我不想 我为什么今天我来 我要从您开始 我既然我那个职位 如果说我适合我 我现在我早就 还能够站在这里吗 那咱们不考虑年龄 对吧 其实多大 咱们都可以重新开始 可是您呢 又想找一份工作 像玩一样 还要在家办公 你还要做一个 分公司的附责人 还要从零开始 请问有这样的职位吗 你告诉我 有没有人说你巨婴啊 我有点不客气啊 巨婴我算不上吧 因为我自己的 挣的钱 养我的母亲都是 因为我们是农村出身的 我母亲是没有退休金的 他不是 他不一定是像你 他自食其力的生活经历是有的 但是看他这个样子 他有一点超越于 他这个年纪的天真 刚才那个杨石头说你是巨婴 所指的这个巨婴 不是说你是天天好吃懒做 天天坑爹坑妈不挣钱 不是那个意思 是你的成长永远停止在了 母亲对你的影响之下 婴儿气 我也有 是有个报复的人了 我小时候 我家里还是比较困难的 农村的嘛 就是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他们在我都说的过程中 他们做出来牺牲 我现在我没有 宝女你读书是靠他们 是吧 我没有任何理由 就要求他们赡养母亲 他们最后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 我也没有说完成这个任务 也就是说你一个人其实挺有担当的 又是个孝子 那你为什么会在有些问题上 说话那么幼稚呢 其实屯老老师我是比较文艺的 但是呢 我整天都和那个冠金混进头 那个钢筋打交道 文艺跟幼稚天真没什么关系 是这样子啊 我们其实没有资格说他 其实我们可能 我这么说 余大哥 其实就在几十天前 我也是鸿鸿直至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 这几十天我可能发生一些变化 那我其实觉得 你我这种人 到了这个年纪 都应该寻求一种成长 您的父母 原生家庭可能固然有责任 但今天要走路的人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试着去看看 接下来的路 我们如何变成一个长大的人 去走得更好 其实我真的是很迷茫 我现在我的积蓄 能够一直到养老没有问题 当然我现在我是 坐吃等死 还是怎么样 我就是很 我现在就没有方向 我就在 我给您推荐一本书 叫少有人走的路 是一本关于心智成熟的书 你可以去看一下 谢谢陈总 你不是很文艺吗 你有什么节目吗 我们从把第二场的 这个文艺展现 放到第一场来展现一下 能能 因为我 你不是有吗 你有才艺展示 我是有才艺展示 但是我试唱了一下 都吓了他们工作人员父亲 没关系 我们就想听 那我要提个条件 你说 如果我第一次唱杂了的话 你就给我第二次机会 可以 第二次唱杂了 我就不唱了 好地 这是因为在人群中 都看了你一眼 从来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远 没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像你是你在天边 像你是你在眼前 像你是你在老海 像你是你在心天 我一直在你身旁 你愿相信我们 前世悠悠 今生的爱情故事 从未再改变 你愿远用这一生 等你化险 我一直在你身旁 我一直在你身旁 从未走远 唱得比我好多了 特别好 谢谢 谢谢 我们还是回到本身 你今天要面试的工作 是在家里能够做一些 工程计算方面的一些工作 是吗 不一定要工程方面 那什么 那你能做什么 我业势实践自学IT 我为自己建造一个个人网站 PC端的网站是吧 对对对 你带来了没有 就是现在在网上都可以 3W多少 3W店 全民于.com 里面是一些什么内容呢 里面就是我平时 心里很难受的时候 没人说的时候 我就写在纸上 然后我就上传上传 来 于大哥已经把他的才能说清楚了 建筑方面的预决算 或者是网络编程 网页制作 相关的工作 还会RCD 画一些图纸之类的 要求薪资多少 3000家都可以了 于先生 其实我个人还是挺敬佩你的 第一个 我看到你 你的自己干的这个专业 就是一项的专业里面 干了将近30多年 之后自己呢 又一个人呢 在照顾80多岁的老母亲 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觉得你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人 不然你不会在这个时候迷失方向 想找这个图雷老师 或者找厂上的这些 这些企业家们来帮你找这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咱们在场这个企业家呢 可以结合一下自己的这个企业需求 如果有岗位呢 就给这位于先生的一个岗位 图雷老师其实刚才已经给大家反复的在这个 给大家拽回来 就是希望他来到这儿 这个年龄不容易 而且呢 人家也是凭着自食其力 现在挣的这个钱 也足以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 这一点我是给你点赞啊 来第一轮选择薛货瘤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